像这个 我们把DU这不算通了 service 是不是好说了 service 是不是好说了 service 是不是大不了的 来个事物 比这事什么也没啥了 对吧 来 service 它里边是不是也是两个方法 对吧 从这我们来 copy 一下 这样 然后来实现 做些时间内的时候 国内一般用的是用这种比较多 加一个impl 对吧 基本上规范点的都是这么命名的 是吧 就是DU service 然后从这 DU service 如果有实现的都是加impl 这是国内的比较流行的规范 对吧 到国外是什么样的 你看好多老外的名啊 你看在视频里面找到能找到什么impl这样的类吗 你找不到 它其实也有实现类 对不对 它都在结果面前面加 它都是A有点service B有点service C有点service 它那样的意图是什么呀 就一个接口 对吧 这有一个实现 是对这个A相关的功能做了相关的扩展 那就是A service 对B功能做了相关的扩展 就是B的service 对吧 比如像比如RAM 还有什么DBC RAM 实际实现类 还有什么Cache RAM 还有NI RAM 是都那样的实现 对吧 咱们呢 还是搞这个 这个看着更简单一点 对吧 实现 它里面是需要一个呃 这个 这个呃 是不是前提医疗关系满足 对吧 有点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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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搞一个 想 想 想让这个注入是这个合法的 前提是这个service 它自己得在工厂中 它们不在工厂 是不是无法注入的 对吧 然后这样它在工厂 并且第一位注入了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事务 是不是也是吧 还有事务 那事务 我们就这样 那三十个 这位上买一个 所有属性都缺成 没有默论之处 正好够我们用啊 查询之后呢 我们也这个再做一个声明 因为我总是习惯把这个删掉 后来 后来看了看大厂的规判 这个玩意人人都不删 所以我也不删了 好吧 再我们来一个那个propagation 叫做这个suppose 这个注写是不是就到头了 但注意 注写再完不算完 注写只是一个标识 是不是得有注写相关的这个侧应的东西 就得有画签字的 得有实际砸墙的 对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配合 我们来找一找 是哪些个呢 第一 他是不是有个组件的扫描呀 对吧 第二是得来这个 还记得这是干嘛事的吗 这个如果你想自己通过那些个注写做签面 什么spark的注写 什么before注写 after注写 还记得吗 ponica的注写 对吧 如果你自己没有需要去自定一AOP 而且选用注写 你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补写 重点是不是要把这两个搞下来 什么 来 听说这个扫描呢 我们是这样 这个扫描 我们要 呃 做一个这个 我是不是要做一个例外呀 对吧 annotation 就是 这是不是可以了 然后这还飘红了 这是不是用到一个TS 飘红了 这是谁呀 这是那个15管理器 就在这 这个是不是也又弄了我们的连接池啊 行吧 是这个 所以你看这一座service是不是也牵出来一串这个配置 ok吧 是这个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标一下 如下是service相关的这个配置 ok 然后往下来 诶 这个配置是不是搞定了 那测试是不是要搞一搞 测试好搞的 我们这不是早就想我了架了 再复制一把 paste service 他是不是就不注入这个DEO了 注入service 对这你是不是一定要注入这个接口这个类型的呀 因为那个代理呀 那个代理呢 能和那个时间类 去这样复制吗 不能吧 代理和接口 代理和这个时间类 都是这个接口的实现 但代理和这个时间类 并不具有任何的关系 是不是是不能直接复制的 这必须是这种接口 是吧 是这个 这样不就多了吗 嗯 很简单 走一个 这就是三了吧 来个三 走 那 控制 30个 空子针 空子针 30号 当然查不出来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醉了啊 太吵了 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一个点 你看长在海边走哪儿不值钱啊 对吧 嗯 再来啊 再给我个机会啊 来 这样是不是就是没问题 可现在是不是就是没问题 咱们这个工作很简单 我们一步步测过来的肯定面问题 我们就是走个走走个过程 对吧 然后三个完成是不是可以写 controller了 那么要写controller 是不是就要涉及到 spreadvc的搭建过程 而且我们知道 controller和service的基层 其实是无缝衔接 平行的基层的 因为supreadvc和supread 它是同一个 同一个 是一家的 都属于supreadvc supreadvc 虽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框架 学习和使用 但它其实属于supreadvc的一个模块 对吧 它们的原理都是基于工厂 在架构于几个工厂 而且它们两个各自有自己的工厂 并且是负子工厂的关系 谁是负 supreadvc工厂是负 然后supreadvc的工厂是子 对吧 是这个 这些被的东西你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当supreadvc是不是要 也要有一个流程呢 你明白都先走 先走哪一步 导依赖呀 依赖是不是已经导过了 是不是一个mvc的那个page 对吧 我们导过了 然后是不是还是前端 后端配置文件 就完事了 行吧 前端是不是肯定要搭过来的呀 我跟你说有很多同学 在后期 越多项目越迷糊 就忘了写这个 我对了一个 罚一个 至少30个活生起 在我们说写这个前端 对吧 前端控制器 它这个是前端 我们也称为什么 核心控制器 是我们supreadnmvc的最前沿的一个组件 它是不是率先收请求啊 对吧 是这个 说的是核心是不是 它是supreadn的核心调度者 一切的流程都是由它控制的 对吧 虽然还有很多其他组件 但都是由它统一调度的 什么时候该写哪个组件该工作了 以及组件之间该写哪些个数据 都他说了算 包括我们那个后端控制器 咱们是不是写过一些个controller 谁帮我们拗的 他帮我们拗的 因为他是不是不够帮我们起工厂 对吧 是不是会随意拗好我们的controller 我们是不是写了好多handle 谁掉的 他掉的 是吧 今天应该我们应该是没时间在讲原理了 今天讲完明天 我们高地把那个原理说了 是吧 把什么是原理说了 那时候我们就会详细看到 他他的一些个运作过程 是吧 然后往下来 写吧 这个 随便写个名 就MC 这个名是写的随便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我们不去写这个名 这是我们去冠名的吧 然后这还有一个可选的 我们的配置叫做 load down startup 给不给无所谓 只要给一个大一等零的事就可以了 大一等零就行 是吧 然后 你注意这个配置呢 它有一个自个的顺序 如果你把它放在上面 它会冒错的 这先有尽力的后有漏当 这也是约束 对吧 这样前端是很好了 对吧 前端的功能我们这说一下 它的核心调度包括 启动 Sprime IVC的工厂 对吧 今天找到副工厂 是不是Sprime的工厂呀 对吧 以及 调度组件 对吧 处理请求 他是不是就做这几件大事呢 他是不是就做这几件大事呢 对吧 这几件 有钱了 有钱了 这样 我们这来一个 你抽了 request mapping 这是叫 user 也有很多人会写这么写 这样 我们就都不带杠了 因为这个杠是可以省啊 那我们就玩玩一次不带杠了 是吧 public 写 我们先来carry user 按照我们的那个rest的语法 这是不是应该写一个 s 那么这写个什么呢 看我们类上不写了 类上写在后边是不后边是不就不灵活啊 对吧 让我们写个 让unters 行吧 怎么着 然后这我们是需要一个service 注入 这个service是不是就是它核心的和Sprime集成的点呀 而这个service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注入 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副工厂里边的组件的 对不对 嗯 这边我们就掉这个service了 拿到一个有点死 然后呢 是不是可以存一作文域中 是吧 存在一作文域中 我们比如来一个model 还记得不 今天我们都用一些给我们平常不是常用的 玩一玩 好吧 model model以后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因为大厂里边可能会比较有情话 对吧 能用model的不就是request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原理是什么来着 model和request其实是两个对线 他们之所以等价 之所以都可以用request scope去取值 在1.2中啊 是因为这个model中的数据 会在页面渲染之前 就是在那个视图运行之前 把它的所有值都复制给request的一份 所以你放在这就等于放在这块子里边了 好吧 但是放在这不之后 你的数据和视图是其实是减我们的 它不仅可以支持gmt 可以还可以支持其他的系统 好吧 这个 model.i的attribute 用ers 用ers 写好了吧 挑一面 这不写完了 这么写是不是最简单 行吗 但其实可读性上并不是特别好 好吧 这有时候呢 有的命名规范里边会要求你这么写 这是不是一空而然呢 对吧 是这个 反正也没有什么好语话吧 就是要求的问题 对吧 要求的问题 这就是一查诀了 我们是不是还去增加呀 publics should insert 这就是sale 这可能是sale尾程式入册吧 我们就sale知道了 然后这我们来 如果是增加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写一个post的map 不定是 这是不是就是rest的 很洋气 对吧 那这后面是要service 这个user service 第二 sr的user 行吗 那这里边是不是可能会有异常 异常我们说也不管 如果有异常 我们是可以写我们的异常解析器 是res吧 ok 然后 如果我们增加成功的 如果我们增加成功的 我们就这样 我们跳一个查询吧 空间画之明应该跳一个查询呢 那这我们是不是就是re-derived re-derived re-derived 把号 杠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是这样啊 刚才是不是知道了 我们今天都不带杠了 不带杠了 好吗 就可以少 ok 那这样的话 这个查询呢 和这个中间的 是不是都写完了 这是不是后端控制器了 还有配置文件吧 去转一个配置文件 诶 这还没有 呃 在这边找一项吧 i m c 这 放过来 我们做一些删减看看 扫描这块 还行 对吧 还行 然后这个 诸解驱动 然后这里边做了一个fuzz fuzz的接线呢 咱是没用啊 那就把它删了 对吧 然后诸解器 啊 不用不用管 现在资源控制 ok 一张解析器 现在还没写啊 先不用管 然后上传解器 还有拦截器 我们都没有把它干掉就行 行吧 前几天呢 前几天有几同学 密集性能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这个忘了写了 他是在注释别的东西的时候 把你给注释了 那手一抖 多注释了一行 就导致了sperry c 无法运行 到底为什么无法运行呢 咱们跟你讲的那个 mc的运行原理 你就懂了 这个很重要 好吧 因为其实是这样 我们在框架的配置文件中 没写下一个配置 甚至于一些高 不那么起仰的配置 比如就这个 这不就是一行吗 其实如果捡起的话 就这样打一打一杠 大头 它是不是很不起眼 但是注意每一个配置 都有它 都有它这个 后边的映射的这个效力 当sperry 在共产启动时 看到这句话 会做 会做两部特别重要的事 所以这个我们是绝对不能省的 好吧 到底什么重要的事 后边我们再说 好吧 你得听下回分解了 好吧 好吧 这个我们稍微干掉 我们就来接着看 那这个项目 我们的前后 呃 配准件都好了 行吧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 启动我们的项目 测一把 来 等会儿 等会儿 先被测了 还有点细节 总是忘了写页面 这个页面 是不是还没写呢 而且增加是 也需要一个页面 对不对 咋的了 这个算是不能管他吧 他是说他 他是找不着 但是别说是因为 跨着工厂呢 对吧 这个甭管他 他不是说了吗 他说不能冒头外 因为没有一个 这个类型的病发泄 他其实只检查哪个工厂 他就没查这个呀 对吧 是这个 那为什么没查呢 这儿我写了 对吧 你看写的一多呀 写的我也忘 对吧 我都这么熟了 其实我也忘 对吧 这儿我还要加什么呀 就在我们今生村之前 我是不是还要把space 功能请起来 对吧 Listener 做什么context coast loader lease 然后有一个context param 这个 然后 coast pass 这个 写完这个之后 这边应该就不报错了吧 他就找着了 那所以刚才不这个这个份提醒吧 少写一个东西呢 嗯 然后接着 这就是这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圣文没写了 我们是得写一个这个这个界面的 我们得展示数据对吧 找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新建一个页面 注意 如果我在这里面新建一个 看着 在这儿建一个 叫做 users 碰哪儿了 碰到外边放下了 这也是我们以后可能遇到的一个场景吧 咱们今儿也测一遍好吧 再测一遍 这里边我是不是要去取那个值啊 我怎么存的来着 就存了个U.4 对吧 看看 先把值得U.4 取一遍 我这儿 倒一标签吧去 倒一个标签酷 叫做toblab 标签酷 C 然后UI 是我们的这个GNP JTL 这边曾有一个特别大的坑 我给你同学调缩 好多年前了 对吧 那时候我 我也不是 我也没有现在这么优秀 对吧 他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有一个 这个 特别的隐蔽的一个错 我调了小半九 对吧 这个 就差一个路径 差一个这个路径 啊 前面 是前面 那么一路径 对吧 而且呢 我跟你说 平安差一个路径 他里边也有那个C标签 但是 在这个库里边的任何一个PT 都不能用一二百大式 用了就报错 好吧 然后他那个项目呢 运行就报错 我这边没写一个就没事 因为我自己写的一块我一半都都倒这个 就特别 突然一个瞬间我发现 好像是不对劲 我就比了比 少了一些路径 啊 那个哥们已经试试了 对吧 我已经弄死他了 对吧 这些细节真是很坑没有的时候 对不对 你们以后也不一定不遇到什么坑的 对吧 刚记住的有时候真的是遇到一些很特别气人的错误 特别隐蔽 对吧 嗯 先我们这先写 不是那些没有 我们先写 这是要循环了 我就不写那些页面 我就把数据展出来就可以了 好吧 来写个循环 c for each 然后items request code.users 行吧 然后 我们这叫user 我们来取值 user.id user.user.name user.name user.password user.sout 您注意啊 其实在我们的项目中呢 有很多时候会用到什么属性名和列名 对吧 什么id啊 什么user.name 这样的呀 他不是属性名就是列名 是不是这意思不 但是你要分得清哪些地方要用列名 哪些地方要用属性名 其实一般呢 用属性名的地方是最多的 包括我们的这个位置 这都在哪些属性名吧 这都是我们project里边是谁的属性名啊 对吧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这个mapper里边 嗯 嗯 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都是属性名啊 但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列名 对吧 是这个啊 那么如果你在写这东西是你闹不清 到底是谁是谁 你要琢磨琢磨这个事啊 不能一直糊涂着 好吧 嗯 接着写 这样这个变得结束了 咱们的查询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查询就ok了 嗯 接着查询 然后增加呢 增加我是不是也需要一个这个 这个 啊 页面了 我说得来一表单呢 啊 增加 所以我去写一个这个增加的这个 gsp 咱们别增加咱们就注册吧 看着能舒服点 行吧 reject 这儿来一表单 呃 page contest.request.accountest.pass 哎 干个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能处长 如果这是注册的话 我们就彼此这个路径了吧 对吧 就是reject 咱是咱是不是也不能使用啊 对不对 如果这儿注册的话 是不是就能给一点更直观的操作 对吧 注册的话我们给一个 叫 reject 这儿看着更舒服一些 行吧 就是reject 然后 呃 这儿的路径就是 行吧 然后method是 post 就是计划 对吧 然后我们这儿写吧 呃 user name 呃 这个 name是user name 还有这个 password 这个扫子其实不应该在这儿写吧 对吧 扫子我们这儿就不给了 行吧 先给一个 这个 submit 这个 主策 刚才我看我我当我写下中文时我会下意识的看一个东西 你说看什么吗 我看这儿 因为这个也不是是不是用烙码了 对吧 ok 那么这样的话 开始不妥了 由于在表单中没有写那个言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我们的这个service中 在这个save里边我们是不是做一件事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user sad thought 悠悠 id.random id. 是不是就把用户那个没写的给它补充了 行吧 这个 然后这个页面写好了 那我这个中的页面是不是也需要一个hunter转发过来 是这个是吧 因为我们是不是不建议直接访问GSP 现在直接访问不了 我放我这不藏起来了一点 web infer web infer 是一个容器级别的一个约定 它是一个保护目录 不允许外界直接访问 想访问可以 你先到我服务器的一个位置 再用这个位置帮你转发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要写一个单独的路线 它也是regest 但是不就是get了 对吧 就get了 我们这就是regest page 这我们把这行干掉 这我们是不是跳到这个 forward 号 杠 web infer 杠 杠 adjust 这就行了 其实上面这边也得赶 你怎么看呀 我当外团是长的啊 啊 啊 power 这样也要赶 外团不紧 您粉 干 行吧 是 这样这个后端是不是就在这儿了 给它写完了 好 来服务器测一下 咱们其实还没干嘛呢 已经11点半了 咱们其实还没干嘛呢 已经11点半了 来先到我们的那个 呃 我们直接到我们那个那个增加吧 就加上时候是不是也有查询呢 对吧 加用户名 比如说叫做这个 呃 哪个 没改密码是吗 先这么看吧 123 没回车吗 我改改吧 看着太别人了 这儿咱一回车是不是就起火了 对吧 然后这儿 呃 做 这个type呢 应该不加 应该不加 你是不是看不见了 啊 但是专业应该加 就是正式应该加 你测试的时候 你可以先不加 你是不是看不见 对吧 嗯 直接干掉就行 然后我们这儿 我这儿 对 对 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不属于面 对吧 稍息一下 行吧 然后 稍息 就这 13 走 呦 这怎么浪马了 那马上是为啥 是不是还是那个 那个 pose请求中 中文参数烙马了 这个烙马其实 它的根源在哪呢 我们这是一个pose的请求 我在这儿传了中文 这中文 作为pose请求的参数 到达服务器之后一收 烙马了 所以我的数据库也是 肯定也是乱的 你信不信 对吧 你去看一看 所以肯定是从根的乱了吗 我们应该加哪个东西 加我们那个过滤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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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